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贝拉尔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最近几集都给各位介绍了 我们的敌人的内部的情况 有一个规律 但凡敌视和抗衡中国人的 他们基本上内部都烂得像一个 凹陷式的连棚一样 凹陷式的那种烂 基本上是属于塌方式的了 已经无药可救 并露脊髓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两天有一个现象非常的奇怪 那就是在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驾崩之后 这个印度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先是昨天给大家介绍的 印度突然之间从中印边境撤军 尤其在西部的 对峙一线的拉达克这个地方 开始撤军了 很奇怪 之前还叫嚣嚣着要跟咱们来干一下怎么样 什么演习代号 什么 猎杀红色 对吧 搞得有模有样 不知道的人以为 就是随便的把中国给拿捏拿捏 把我们呢 干渣烙饼 油尖馅饼 对吧 这个翻过来烙过去 实际被他楼里 那么 还有一个事情 也非常的奇怪 美国空手套白狼欲挫折 印度直言 无力可图放弃加入印太贸易谈判 大家都知道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为了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把人性当中最残酷 卑鄙 自私 无耻 冷酷 阴险 狡诈 毒辣的 所有的 罪恶的那一面 展现的淋漓尽致 公开的对你是抱有敌意的 对吧 比如说 搞所谓的芯片 什么 几方联盟 对吧 在技术上 对中国形成一个铁幕 比如说不允许荷兰的 阿斯迈尔卖我们光刻机 也限制美国的高端的这些 晶片厂 向我们供应这个晶片 那么在经贸上 他又搞什么IPEF 来遏制我们 当时搞的声势浩大 把东盟的很多国家领导人 都请到白宫去开国宴 然后为了对抗我们 搞个IPEF 日本更是 小跑的 脸跑带跳的 说要加入这个 要一副草泥骂 要把中国弄死的那个样子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他们重点就是拉拢这个印度 但是印度这两天 我说过突然之间 英国女王驾崩以后 他这个态度很奇怪 就是好像不跟他们玩了 因为我说过 英国女王的驾崩 迎来新的国王 新的首相 同时都是新的 这个不是新年新气象 而是一个衰弱崩盘的开始 对不对 我说过 北爱尔兰 对吧 苏格兰 马岛 哪个先独立出来 哪个先被解放 都有可能 他不是单选题 他可以是多选题 这就是昂萨大本营 英国所面临的 直接的一个问题 英联邦也要解体了 加拿大 澳大利亚都将要独立 都说过 女王去世以后 基本上我们都要闹独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大张旗鼓地 想要建设印太经济框架IPF 刚结束在洛杉矶的两天会议 但作为亚洲大国的英都表示 选择退出四大支柱之一的贸易谈判 印度也是赴美参会的13个国家中 唯一没有签署IPF的国家 IPF的四大支柱分别是贸易 供应链 清潜经济和公平经济 天天就是他妈的在那里扯驴蛋 说自己是公平的 透明的 对吧 但实际上是黑心的 包括税收和反腐败等 印度商务部长表示 印度对IPF在环境劳动力和数字贸易上的合作的好处尚不清楚 不好意思 但希望避免任何会损害该国的贸易条件 美国此前坚称将不会在IPF中讨论任何关税 互浪或是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的议题 贸易部长补充道 印度会继续参与该框架谈判 并在最终的轮廓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正式加入IPF 美国周五的官方简报对印度的退出解释称 这代表了IPF的灵活性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则称 美国将继续与印度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大家看看这个戴琪同样是为华人 你看作为华人他们这种皈依者狂了多么猛 连作为犹太老的耶伦都说赶紧的 拜登你赶紧的取消对华的这个关税 我们这边真的撑不住了 但是这个作为华裔的这个戴琪 这个二鬼子 他却极力反对取消对华关税 一定要把自己的遥远的母国给他妈弄死 干死 整死 让你们饿死 让你们破产 让你们倒闭 让你们完蛋 这种二鬼子是他妈最毫无道德的 非常的阴险 狡诈 独辣 没有下限 所以说你看 他也是积极拉拢印度 人家印度说过我要退出 他还积极要拉拢 非常的积极 比他妈犹太老还他妈积极 美国商务部长 那么在5月IPF进入公众视野之后 9月8号的洛杉矶会议是14个拟定成员股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这次会议中各国将确定主要谈判的路线 美国商务部长 基拉雷蒙多州 目前能未就IPF任何完成其四个制度的谈判达成共识 除了贸易谈判之外 另外三个制度的谈判均获得全部14个国家的签署 但据雷蒙多称 成员国在时间表上十分激进 都希望能在2023年11月 美国主办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论坛前就IPF内容达成一致 但与美国官方的表达不同 民间对IPF的看法可谓十分复杂 甚至有些日本媒体称为无根的扶贫 其中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 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不谈关税和市场准路等现实条款 反而大肆鼓吹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创新 并持续给成员国画大饼 称这是大项目中的其中一部分 这种弃时就须的做法让很多人感到荒谬 新加坡智库亚洲贸易中的执行主任 阿尔姆斯就IPF的贸易部分 可能很难吸引别人加入 因为它无法带来明显的好处 这个观点给印度的商务部长表态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 印太经济框架完完全全就是一场闹剧 是一场马戏表演 杂耍它没有实际性的功能 你想想看本来印度它的制造业 它要有建立起自己为就是第二个中国 自己为一个核心 像供应链产业链全在印度 进出口的一个中转站 对吧 比如说上游的矿产过来以后 在印度变成产品 产品再发出去 不仅是国内市场还有海外市场 它要取代中国的这个地位 那么还没取代中国这个地位之前 就要加入你美国的IPF 而且你的IPF明显的是带有政治色彩的 这些国家南亚也好 东南也好 除了一个日本之外 对吧 日本它是就是要搞这个政治对抗 其他的这些国家都想要在你美国身上 捞一笔弄一笔钞票 搞一笔钱 都想要占你美国便宜 对吧 都想进入到你美国的市场当中去 对不对 比如说 那么美国它有一个很幼稚傻逼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次为什么拜登听从这个 二鬼子这个戴琪啊 他的这个建议 他的建议就是 是对中国要保持25%的惩罚型关税 然后这边呢 给这些国家的低关税 或者说是这个降关税 因为他之前比如说 对我们太阳能的打击 对吧 他打击新疆的太阳能产品 他就是说 你越南过来 我给你一两年的这个免税 你可以进来 但是啊 这个里面犯了一个傻逼性的错误 傻逼性的错误是什么呢 因为啊 你用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啊 他们没有办法替代中国 还有一个你所谓的 比如说这些太阳能光复产品 你让 比如说给越南 让印尼一些国家啊 可以一两年可以这个免税 但问题是老板还是中国的 上游的产品还是中国的 而且组装也是 也是中国的这个老板在那边搞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 而且呢 人家需要的是你美国 给我降低关税 甚至是零关税 免关税 让我大量的其他的产品 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但是这个东西呢 大家要知道啊 要经过美国国会审批 而且美国国会也是不可能审批通过这样的啊 这种啊 对美国没有好处的啊 协议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说等于说 从一开始 IPEF 拜登闹过国会 自己要这样搞 他就是一个噱头 就是一个装逼的玩意儿 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就是在给这些国家画大饼啊 画大饼 所以说 这个对印度来讲啊 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需要的是 你给我这个降低关税啊 让我大规模的能挤占中国的市场 确实这个戴琪的这个做法是有一定的啊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 确实是有一定的可行性 对吧 中国呢25%的关税 这边呢给印度10%的关税 5%的关税 那那印度的产品不就是比中国产品便宜吗 不就是可以挤占中国市场吗 但是问题是这种降关税的做法啊 降关税的做法 这是必须要经过国会审批的 还有一个 即使你降关税不降关税 他妈的 我即使是啊 被你美国受了25%的关税 我中国的产品还是最有竞争力的 我的价格还是比他们要有优势 为什么 因为我的生产成本 技术成本啊 能力物力财力都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你跟他妈印度这一种 生产个东西 他要耗多少能耗啊 啊 所以你觉得印度 而且这个质量那么差 印度制造能替代中国制造吗 大家说是不是 对吧 这个东西我们不去管他 这个也不是我们讨论的啊 重点是讨论是什么 重点就是印度的这个态度啊 以及你美国这个IPEF啊 搞到最后又是他妈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又是啊 一个像这样的啊 大饼师 画大饼啊 他天天就是对抗 跟中国要对抗 跟这些国家就是给他们画大饼 从来不给实际好处啊 把他们只是作为工具 这个年代都是要玩真心的 玩真感情的 将心比心的啊 你他妈天天在这个地方玩这些虚的 谁替你卖命啊 谁拿指挥棒啊 跟在你屁股后面听从你指挥啊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可能吗 我靠 所以说啊 大家要知道 美国啊 拜登 他的这一些什么的啊 一个一个建一个一个一个的群 啊 就会像他的民主峰会一样 你看他今年还办民主峰会吗 哎 去年他搞那个民主峰会 今年他还搞吗 可能搞 可能不搞 我不知道 但是我好像没听说再提这一茬子事了 没人搭理他 还他妈在中东搞 我吐你也吐联盟 IPF还没落地 还没还没搞得像样 现在已经陷入到停滞状态 风崩离析 还没有正式落地就风崩离析了 你其他那几个那叫啥呀 什么叫公平贸易啊 什么叫做清洁啊 中国他妈的清洁能源是全球最老弊的了 中国你看现在电动车多猛啊 我靠 很多老外啊 到中国来出差 看到中国的这么多电动车 包括 大长直的直 那种隔离带绿化带 笔直的这种大长线 直线跑到 那个高速公路 他们都惊呆了 大家懂吧 所以说因为 因为现在西方不是白走的统治 很多环保人士吗 他们看到中国 这么环保 他们都惊呆了 觉得自己都落后中国了 大家明白 看到中国你搞那些很多刷脸支付啊 什么的 基本上眼睛看一看 就可以付款 这个东西它都已经 都是已经很超前的 能工智能AI 然后呢 有些酸货就说 这东西是用来监控人的 你他妈身上有什么值得被监控的 前面一个软 后面一个批眼的 你有什么值得被监控的 他说是不是 你是什么重要人物吗 所以说 在供应链也好 产业链这块也好 中国已经是全球的集散中心了 没办法 美国再去搞跟中国抗衡的 大家要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搞这个RCEP 这个就是最实在的好处了 你看美国IPEF 他妈那个比声势浩大 什么中国这中国那的 到现在卡壳了 而中国没搞那么大声势 就签了一个RCEP 现在中老铁路开通 一年不到 已经突破100亿美元的货物 再通过中老铁路再运输了 对吧 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干实事啊 办实事啊 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美国啊 就是虚的搞得太多了 现在要来点实质性的东西 没人陪你玩 都想来来占你好处 捞 耗你的羊毛 他妈的还自以为是的很 还在中东搞我吐你也吐 大家现在还听说我吐你也吐了吧 就是什么的 以色列美国啊阿联酋跟印度 要通过印度来平衡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啊 所以说 他天天他妈的搞一堆事情啊 撒害我刚叫他得罗佩 你呀个笔啊 啊 对吧 啊 就是说 这个人他妈做的事情就是非常吊儿郎当的啊 丢三那四的他妈的啊 炸炸乎乎的啊 毛躁得很啊 这不就是美国现在这个状态吗 就这种状态 感谢各位收视看 我是奔达 学生点的电视故事 谢谢